今天是周三 然后今天本来应该在家工作 但是今天有一个房客的appointment 要去帮人收房租 所以我准备全副武装去 然后戴口罩戴手套 然后准备穿着鞋套出门 就是做到尽可能的做到防护 顺便呢也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现在的洛杉矶是怎么样 有一个戴口罩的方式 我不知道大家学没学过 就是这个铁线要把它抓紧 然后下面都这样要扣过来 然后我感觉我现在像一个恐怖分子 然后戴上 这个我们公司刚好有一大堆这个鞋套 这个时候就攀上用场了 出门的时候踩着鞋套走 这样回家鞋套手套什么的全部都扔垃圾桶 然后就不用担心污染痂 ok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其实我在笑你们看不出来我在笑 不过我们就这样吧 出发了 看看这个没有一台车的街道 那我现在在这边 房子交付办手续 然后办完了 刚才那个房客来的时候也是全副武装 戴了口罩 手套 然后我还给他准备了鞋套 所以基本就是全部都是隔离式的相处 我觉得这样其实还是比较保证卫生的 所以现在大家在疫情期间出门 如果办事的话 最好不出门 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房户 自从之前我们在网上就是囤购物资 然后又去了一趟Casko囤了一些物资之后呢 最近其实近期是没有出去买过东西的 然后基本家里面所预用的那些必需品 当然不是什么生鲜蔬菜啦 就是一些其他必需品 生活用品 我们都是靠亚马逊 然后在亚马逊上就是订了order之后呢 送到门口的箱子 我们一般也是以那种非常小心处理的方式 把它拿进来 一般箱子都很快处理掉 就是把里面的东西戴着手套拿出来 然后进行消毒什么的 然后基本就是这样 就是非常的小心谨慎 我们现在想去大华超市买点东西 顺便看一看那边的情况 那现在停车场其实还有挺多人的 然后我目前看到的所有人都是戴口罩的 然后一会看看大华里面怎么样 因为前几天我去过里面大华的人呢 都是凯旭是一定会戴口罩和手套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客人会怎么样 我们去看一下吧 这边餐厅桌子都落起来了 就是不让堂食 然后这边的小店呢 也都关了 其实这边肉还挺全的 你看什么东西都有 而且价钱没有差太多 没有差太多 哦 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见了 面条 方便面都不见了 你看 就是他们这边那个面都不见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其实我看超市这边戴口罩的占一大半 大部分人都是戴口罩的 然后其实菜什么的都有 就是除了那些干面什么的卖的比较快 其他的什么蔬菜水果肉类都是有的 刚才跟那个大华的凯旭聊了一下 然后我才知道大华前两天大概是有十天的状态 是没有大米的 就是 就是完全卖光了 然后他每次进货就进一点点 大概十分钟就被抢光了 然后刚才那个凯旭特别好心的问我 说今天大米回来了 问我们要不要买 不过我们家其实大米吃的蛮少的 也就不需要买 但是这个信息还是 还是挺震惊的 大米都能卖完 然后还有就是我刚问他们说你们这边大华的工作人员都戴口罩 这口罩是发的吗 他说不是都是自己的 说公司一共只发了三个 三个口罩怎么用啊 这个东西又不能循环使用的 所以他们都自己戴 所以刚刚我有看到就是扫地的员工没有戴口罩 那可能是自己没有这样东西 因为公司配备的用完了 用过的口罩扔到垃圾桶里去 不要乱扔 给 上去好了 好 放头 下来 这点 对 我没关系 我没关系 这点 我没关系 apoy 不 可以 有一球 有一 Freund 是啊 我闻因为 没关系 是 女会 只уется 我們 是 胡 flew 第二夫